歡迎收看 這樣才有更進來學超能力 MWC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在2月26號到29號 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登場 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 這個被全球通訊業界 被視為最具權威的展覽 有什麼樣的亮點 各家的科技廠會選在這邊 大秀創新的技術 準備要搶大單了 MWC堪稱是全球通訊大廠 前瞻產業趨勢的風向球 那麼從昨天開展 一直到2月29號 這回參與的規模 全球超過了200國 那麼廠商高達了2400多家 近9萬人與會 等於是重量科技巨頭 齊聚一堂 那買家也會借此早 下單的採購對象 那麼今年台灣呢 組成了國家隊 我們來講的是哪一個呢 連發哥 我們的發哥啊 將會把旗下的 旗艦行動的晶片 天機9300 最新一代的AI處理器 以及生成式的AI技術 運用給展示出來 那麼宏達店的董長 王雪紅也會率領高階主管 積極推動元宇宙生態系 以及元宇宙生態圈的技術應用 那麼宏基廣達的大廠 也都會參加 另外呢 包含像是呢 中華店啦 台哥大啦 遠傳也都會參展 那麼先來講一下 台灣大的這個董長 蔡明忠耀跟Nokia 共同推動5G 開放應用的服務合作 WC對台股供兩萬 帶來很大的一個助力 因為台股要供兩萬 幾大全職股 包含台積電 聯發科 都是帶領盤勢上工的一個重心 那台積電本身持續上工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半導體 今年整個發展就是非常的看好 但在揮答持續公告的過程中 AI相關的個股已經有點轉弱 所以誰能夠在AI裡面 持續帶動上漲 變成是這一次台股 能不能供兩萬的重心 而MWC展所帶動的一個效果 包含聯發科的股價 已經開始上來 那大家要記得聯發科 現在是第二大全職股 那聯發科也是MWC展的一個概念股 所以包含最近聯發科的一個上場 以及帶動相關的 比如說達發 亞信 甚至相關的通訊 設備相關的個股 例如這個中壘 企機等等 那當然就整個展會當中 最重要的人工智慧 甚至包含美超維 也是這一次展會當中 大家關注的重點 那伺服器一定是萬物聯網 以及人工智慧 對未來發展的重心 在這當中還有一個重點 是工業化的一個發展的主題 那這些其實都會是 我們在觀察這一次 由MWC所帶動台股上工過程中 所需要去關注的幾個重點產業 今年MWC六大主題 包含像是5G 甚至6G的技術 以及物聯網 還有人性化AI 另外包含像是工業4.0 創新科技等等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今年全場的焦點 無疑就是人性化AI了 尤其是AI手機 包含像是華為啦 小米啊 等多家的手機大廠 都將展示主打AI功能的 最新的旗艦手機 那我們盤點一下 MWC的概念股後是如何呢 同時請教謝承諺 那在個股當中 我認為最值得關注 當然是聯發科 除了聯發科 工上千元之外 實際上我們從他所擅長的 手機晶片這個產業來看 手機的庫存 已經降到安全水位 預計今年的第二季 或者最慢到第三季 手機產業就會開始有一個 相當正向的一個成長 另外在通訊晶片的一個部分 還有車用晶片的部分 聯發科也多元的一個發展 有所這個著墨 再加上這一次配息 我們換算下來 以2023年整年度的配息 實際上相當於值率 換算現在的股價值率 高達5%左右 那這個部分也會是 這個高股息ETF 或是純股族的一個最愛 所以有助於資金的一個流入 那另外當然網通之外 還有工業電腦的部分 在工業4.0的一個推動之下 也會是現階段 我們在各股觀察上 一個重要的方向 像安晴的部分 我們再看上禮拜的股價 已經開始有所發動 那這幾個部分 大家都可以觀察 昨天東京股票市場上 日經的平均指數刷新了 二月二十二號 才剛剛創下的歷史新高 盤中還觸及到三萬九千三百點 那麼最終是收帶 三萬九千兩百三十三點 連續兩個交易日上漲 那麼觸及了三萬九千三百點 再度刷新了最高紀錄 那麼現在市場已經開始期待了 日經的指數突破四萬點大關 接下來日本企業春鬥的薪資漲幅 以及日營的寬鬆貨幣政策的調整 都會是重要的關鍵 日本三聯休一結束 二十六號日股開盤 盤中衝破三萬九千點大關 一度來到三萬九千三百七十九點 最後收在三萬九千兩百三十三點七一點 比前一個交易日上升一百三十五點 連續兩個交易日創新高 看在專家眼裡 這一點都不怪 分析師認為近期日元疲軟股市走向 主要是因為美國高利率 和日本央行的超寬鬆政策之間的分歧所導致 我們確實有更多信心 日本經濟股市場 可能會出現非常弱的負責 或是近三十年代的失敗 直至日本還沒完全走出通膨壓力 家庭消費依舊疲軟 目前市場關注日經核實會衝破四萬點關卡 日本企業春豆的薪資漲幅將決定消費付輸力道 是重要關鍵 儘管市場上也有擔憂股市短期過熱的聲音 另外日本央行今年春天將逐步退出寬鬆貨幣政策 是否取消負利率也是日股續漲要素 過去三年外資資金流向日本和印度等地 現在日經創新高 台積電雄奔廠開幕 日股成了現階段全球資金首選 日經衝破四萬大關或許指日可待 靜新聞邀慧文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